今天我們不會是最後一次相遇 但今天我們也只談喜悅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又一次見面囉 歡迎來到阿民詩頻道 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讀了最後一次相遇 我們只談喜悅 這一本書 某一個章節的心得 我認為對於情緒的管理 非常的受用 所以想要跟大家分享 這本書其實呢 有些人已經有看過 他的紀錄片甚至也看過書 但對於沒有看過的朋友 大致做個介紹 他是南非聖工會的一個大主教 徒徒大主教與達賴喇嘛 他在一段時間內的一個對話 他是關於喜悅 幸福 情緒 以及我們人在佛法 以及基督教的教育中 怎麼樣去降伏自己的心 安穩自己的心 那這一集主要會歸納三個重點 第一 如何去消除慢性壓力 我們每個人都有壓力 而且造成我們的影響 其實呢也不會是短時間的 我們如何去跟這些壓力相處 如何去對峙它 它又是怎麼影響到我們生活的呢 第二 慢性壓力是什麼 它是如何去影響到我們的健康的呢 第三 那我如果離世到 我有慢性壓力 我該怎麼辦 關於這個主題 我決定從第二點開始講 慢性壓力是什麼 它是怎麼影響到我們健康的呢 慢性壓力比較類似 我們之前講痛跟苦區分的苦 也就是說痛是來自於事件 比如說我們撞到車 我們遇到一些變故 施加摩尼扭到腳 它會不會痛 會 但苦是來自於我們對這個事件它的詮釋 事實上我看過一個研究 人在遭遇到變故或者是一些痛楚的時候 它的確會產生痛 大概會有一次90秒左右 但是在這個區間 過後人的一些不適感或壓力 主要是來自於我們對它的一個詮釋 你就會發現到 其實苦對我們產生的影響是更長遠的 那這個也讓我們回到前面有一集 講事跟情嘛 事件跟情緒 事件本身是中立的 但是情緒是來自於我們對這個事件的一個詮釋 我們可以看色受想情勢的那一集 可以大概知道說 那我們對於事件的詮釋其實困擾我們 才是最主要的壓力來源 這一點在這一集特別的重要 因為如果我們誤以為是外在的這個事件 產生了我們的壓力 我們的焦點就會去對付這個事件 可是呢 如果你對付一個錯誤的敵人 你是不可能去戰勝的 在佛家還有一些現代行為認知心理學的觀點 會認為真正讓你產生這些苦 是來自於你對它的一些詮釋 其實焦點或許要從外界擺回來裡面 去面對我們自己 所以在書中其實就有提到 壓力這個事件一定會存在 但問題可能不在這 因為壓力是我們的大腦 拿來標記一些重要的事物的方法 所以因為壓力情緒可能主要的目的 也是幫助我們求存 記得嗎 我們在情緒這集有講到 情緒壓力對我們有三個好處 這三個好處其實才是它最主要的一些用途 所以你的苦主要來自於 你如何去回應這些壓力 我們來說說我們一般人本能 可能會怎麼去回應壓力 主要還是跟自律神經一樣分成兩種 一種叫做戰 一種叫做逃 什麼叫做戰呢 我想要斬斷這些壞念頭 我想要斬斷這些煩惱根 讓我們覺得 我就不要去想了 Clear 不要再想了 R 但是你會發現有用的話 那就恭喜你 但如果沒有用的話 接下來的內容對你很重要 其實問題就在於 我們如何回應這些壓力 那當我們回應的方式 如果說反而沒有解決到這個壓力 會影響到整個層面 第一 我們自律神經的一些問題 我們可以看上面這幾集 它會容易產生一些 身心方面的一些疾病 那第二呢 書中也有提到 它會影響到我們的端粒酶的活性 什麼叫端粒的活性 簡單來說就是我們的DNA 在修復製造的一個功能 如果端粒酶受到的一些問題 我們的細胞會提早老化凋亡 也就是說 我老化的會特別快 身體衰亡的會特別的快 進而它會影響到自律神經 影響到我們的免疫力荷爾蒙 這些大家其實都已經知道了 那我們就開始進到說 我們該怎麼辦 關於這個問題 阿弥斯本身也有煩惱 我也是凡夫 我跟一個好朋友 是佛光山的一位老師 我就跟他提到說 我其實有一些煩惱 也想辦法斷除 其實就是斷不了 我本來期待他會跟我說 我應該怎麼樣子斷煩惱啊 什麼的 但這位老師只跟我說 小乘佛法才說斷滅 大乘佛法不談斷滅 談爪 這句話其實讓我當頭棒喝的一下 讓我思考了幾天 一直到我看到了書中的內容之後 我才真正明白是什麼意思 因為大多數人第一個誤區就是 我有壓力 我要斷 不要想 不要想 你想太多了 那這一些呢 有沒有用 坦白說我個人試起來幫助不大 因為這很類似我們在面對壓力詞的 戰逃反應 就是我想去對抗他 可是越對抗他 越去想這些念頭 某種程度上 你也是在滋養這個念頭 當你Don't think about pink elephant 你就想到什麼 pink elephant 那另一個就是逃 我想要逃避 那有的人呢 是用黃堵堵 一些酒色才氣的方式 深色全馬的方式 來讓自己不要再想這些事情 或者是拖延 開始我就拖延症就出來了 讓我們不要再專注在這個事情上 彷彿自己可以得到喘息 某種程度上有效 可是其實你會發現 那個壓力一直在 你玩得也不開心 比如說 算了 先不想了 我先打個電動 這樣子明天的一些專案報告 還有考試就再說 但是事實上 真的能夠拖得過去嗎 我認為不太容易 這個地方也要注意 患者中很多人是用工作來逃避 工作 聽起來很有意義啊 我打電動黃堵堵很廢啊 那工作為什麼是逃避呢 其實非常多人他是工作狂 那工作狂某種程度上 可能是在藉由他的舒適圈 來逃避他原本應該應對的議題 所以他的人生中 可能會出現一些對話 就是說 我都這麼努力的工作了 我那麼認真的 把身體都燃燒殆盡了 竟然要為你們 結果你們竟然這樣子對我 你們竟然不好好讀書 回到家竟然好聲好氣也沒有一句 那這種索取的心態就會出來 那意思是拿你的工作來當藉口使人 你要意識到 有可能這是你拿工作逃避的一個現象 那這時候 我好像逃避也不是 我想要把它斷掉也不是 我腦袋還是會一直想 那怎麼辦 怎麼樣不要讓自己一直想呢 我的打坐老師又告訴我一個觀念 就是人本來就會一直亂想 真的讓我嚇到了 天啊 這個佛家是這個概念了嗎 結果我在六祖談經裡面 六祖會能就講到 心原本就是旺 心原是旺 原本我們就是會亂想 亂想亂想 與其你去抑制它 要不要亂想時 會助長它的亂想 譬如說 這個亂想不一定會影響到你的 那我們應該談的是轉念 可是轉念是什麼意思 轉成正能量嗎 這個世界很好 空氣多麼的清新 這你太負面了 多往好的方向想 你想太多了 這一切都是假的 假的 我也不知道轉念轉什麼 但是書衝有一個明確的方法 我們要把威脅性的壓力 轉成挑戰性的壓力 我們講同樣的一個事件 比如說業績不好 威脅性壓力就會焦點 放在這個威脅上面 它會說 啊 這一季的景氣很差 然後我的業績又是在末端般 沒有做到 天啊 我是不是會被裁員 我老婆會離我而去 哇 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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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下一個問題通常就是 這什麼時候會結束 誰來救救我 這時候這種內心對話 你的焦點就是放在 威脅受傷的這個身上 那主要你的態度層次 主要也是在一個受害者的情緒 因為你主要期待的是說 啊 我別人來救我 天啊 我是被這些外界的景氣害的 那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這種的壓力 你會發現 它沒有突破口 它會越來越大 像個流沙一樣 要把你捲進去 那挑戰性壓力的人會怎麼做 他會把自己的焦點 放在成長 學習 還有利他的這些成分上 不一定全然都是要這些 但是它會包含這些成分 比如說 啊 現在景氣這麼差 如果我能做到這些業績 那我就太屌了 但即使我做不到這些業績 我想我或許可以嘗試看看 從中也可以學習到一些事情 我也會成長 又或者 如果我努力做成這筆單 那景氣這麼差 那對方也不好過 我也不好過 但成功了以後 我可以讓對方也好過一點 帶動整個景氣經濟鏈 那我也可以成為團隊中激勵的那一份子 或許整個態勢就不一樣了 那這時候你的下一個問題就會說 那接下來我該怎麼做 所以轉呢 其實往另一個層面就是把你的受害者情節 轉成一個負責任的態度 你可能會問說 那我轉成這個挑戰性壓力了 我就會比較好過嗎 我告訴你 通常不會 通常你的壓力還是會在 可是你會開始好像在找到出口 你並不會說 哇 我這樣想以後 我整個人生就不一樣了 並不會的 如果是的話 你一定是課了些什麼 不管你課了什麼都給我來一點 那我轉成挑戰性壓力時 我設定一個目標 好像在說大話 我沒有說到的話 好像會更丟臉 那該怎麼辦呢 事實上會很失望 真的嗎 會怎麼樣嗎 你原本在那邊自怨自義的狀態 會比較好嗎 你用第一種那種威脅性壓力的態度 會比較丟臉嗎 會幫助你求存嗎 不會嘛 所以這兩個方式並不是說 某一種就讓你心情立刻比較輕鬆 那心情比較輕鬆 你可以看我們前面幾集 這主要是可以幫助你 把這個壓力轉成一個 有突破口的 有出入的一個活路 這就是第一個壓力 練習將威脅性壓力 轉成挑戰性壓力 如果我們這樣轉了以後 還是覺得 轉了好像我有個方向了 可是夜深人靜的時候 還是覺得 啊 天啊 好煩喔 那這時候達賴喇嘛 還有荼毒大主教 都提出了一個東西 叫做多想想別人 你要想人類的歷史這麼長 地球現在有七十億人口 怎麼會就只有你那麼衰 肯定一定有人遇到你類似的遭遇 類似的壓力跟挑戰 但是他活下來的 或者是他可能也很痛苦 當你想到地球上 或者是歷史上 也曾經有不只你一個人 跟你一樣的遭遇的時候 你可能心體 會覺得好過一點 我看了以後 我照著想想看 欸 是欸 就比如說 我們在跟朋友那邊談天的時候 會聊到自己的壓力 有時候呢 安慰對方的方法 是講一個跟他差不多 或比他更慘的 那我們人就會覺得 喔 這樣聽起來 我好像沒有那麼慘 或者是我也不孤單 這種心理的支持 其實很重要 也多想想 不是只有你有這樣的遭遇 事實上 圖圖主教 還有達賴喇嘛 總結出一個 我覺得很棒的一個東西 是佛法裡面常常講的 叫做 無我相 無我相 具體什麼意思呢 聽起來有點 好像是修行高升才會的嘛 事實上 它沒有那麼困難 人的煩惱 其實往往來自於 我認為我與其他人有區別 比如說 我好像是比較特別的 或者是我比較不特別的 比如說 唉 我特別有資源 所以我不應該失敗 或者是 唉 我好像特別的笨 我特別的弱小 這一些 讓你感覺到 比人家還不一樣的地方 其實就會讓你覺得 你跟別人是有區隔的 這種念頭 本身就會有壓力 而不是來自於 你有資源 或沒資源 你帥或不帥 你有能力或沒能力 那這個時候 我分享我自己的一個練習 就遇到事情跟壓力的時候 我就會想 我 與眼前的這個人 本質上其實沒有太大的區別 很奇怪的是 我覺得這個想法出來之後 我心情輕鬆了很多 我比較懂得去包容別人的錯誤 我懂得去欣賞別人的成功 我也懂得去欣賞 自己做得對的地方 其實我們很多的壓力 或者是來自於 我以前有成功 我現在好像變得比較差了 我覺得我退步 但事實上 我與以前的那個我 本質上並沒有太大的區別 當你這麼想的時候 心情會比較舒服一點 可是你會想說 我真的沒有區別嗎 他就是比我有錢啊 我怎麼去想說我跟他沒有區別呢 這時候我會提出一個問題給你 難道有錢是你的本質嗎 你問問你自己的內心 你會發現這些東西好像都不是我的本質 慢慢去探求說 你與以前的自己 你與未來的自己 到底本質上有什麼不同的時候 我發覺這可以有幫助於我 或者是有一些朋友 可以轉換我們自己的情緒 這其實當你跟人跟人之間的這個差距 你覺得越少的時候 慢慢的其實就可以做到 金剛經裡面講的 無我相 那如果你擴及到人以外 可能就會做到 人相 無眾生相 甚至無受者相 事實上這就是 這個法門看似高深 但其實是 我們如何去善待自局 這個世界的一個 很實際的方式 那總結起來就是 第一 大乘佛教講轉念 如何把威脅性的壓力 練習 轉成一個挑戰性壓力 這是要練習的 並不是說你會了 你就像騎腳踏車一樣會 事實上 他每天都要一直練習 練習到這一輩子 但他很值得做 第二 多想想別人 第三 我與他人 我與過去的自己 本質上 並沒有太大的不同 無我相 無人相 無眾生相 無受者相 這是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 面對慢性壓力的幾個法門 也希望說大家可以 試了以後 可以分享自己的一些故事 還有體驗在留言中 每一則這種留言 我都會很認真看 我也很感動 這也是我的一個動力 也希望把這一集影片 傳給你認為 你想要去幫助 想要結緣的一些朋友 好 我們就下回見了 掰掰 掰掰 過來 遲按照 完成 右ANE box